本担言主要是要探讨 我们在自动控制这个课程里面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数据基础 当然我们这个数据基础里面 最主要都是使用到LABRACE转换为主 LABRACE转换可以把实力的空间 转换成平定的空间里面 我们本担言大概可以分成 第一个部分跟第四个部分 都是探讨拉式转换相关的一个原理 以及它的应用的一些例子 然后说明它怎么去使用 第五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探讨 输入控制信号怎么转成LABRACE 的一个信号形式 第二个部分我们根据输入信号 如何得到一个控制小一点的一个输出 第四个部分我们如何做一个控制器 对输出影响之间有什么相关性 首先我们先来讲LABRACE转换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所要探讨的部分是比较基本的 它的一些公式以定理 那什么是LABRACE 也就是说一个函数如果要能够做LABRACE转换的话 第一个条件就符合这个式子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函数经过转换是有界的 也就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才能够转换 如果这个式子不存在的那就没有意义了 就转换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所以如果这个函数是有界的就存在的话 我们定义LABRACE转换为FS等于0到无穷大FT1的-ST1底T的积分 那积分之后的结果我们用FS来表示 它的表示法原来的函数我们用小写了FT 然后外面有一个类似L大写的一个形式 代表LABRACE转换 转换后的结果我们用大写了FS来表示 这个函数转换后的一个结果 这边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例子先来说明一下 它是怎么转换的 我们首先是以单阶最简单的单一不阶函数的一个 函数图题目 来执行所谓的LABRACE转换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不阶函数定义如下所示 那我们带入LABRACE转换的一个公式 FS跟LABRACE UST 带入这个积分的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积分出来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经过LABRACE转换后之后的结果 是等于S分之一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积分的值呢 它是有限的 我们从下面的这个分析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 单一Sigma无穷大 这个值带入无穷大 进去之后应该会期间于零 所以这个结果是有借的 所以这个转换是有意义的 另外呢 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题目呢 就是指数函数的题目 FT等于1的负SigmaT 那我们一样带入LABRACE转换的一个公式 那FS呢 等于零到无穷大 1的负SigmaT 等于1的负STDT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1的负SigmaT跟1的会是可以合并 经由积分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呢 它的结果是 S加A分之1的负S加SigmaT 那从零积到无穷大 最后带进来呢 因为无穷大带进来会等于0 所以呢 它的结果是S加Sigma分之1 那针对呢 LABRACE呢 有一些基本的公式 基本的公式 也就是它的特性 我们叫它的特性 一个参数存在FT 所以经过LABRACE转换呢 这个常数是可以拿出来的 直接对FT做LABRACE转换就可以了 第二项也就是说 两个函数做相加减起LABRACE 可以先取完LABRACE之后再做加减 一个函数经过微分取LABRACE 可以变成了SFS 减掉F0 这个东西 这个势子用了很多 用了各位这个势子 一定要成绩 一个成绩 在我们未来呢 这一个 我们的控制系统里面呢 这个势子用的相当的多 所以这个公式很重要 这个公式非常的重要 那F0呢 就是函数的初始值 那如果呢 有N个连分呢 带进来的公式就是 SN的FS 减掉SN-1的F0 然后持续一直 维分项目的意思类减下去 最后呢 得到减掉FN-1维分的0 初始值 好 刚才谈到维分 当然现在也有积分的LABRACE 那一个函数呢 经过积分之后 其他plus呢 这个S 这个维分呢 S是跟它相乘 可是呢 积分的话 就是原来 FS除以S 那如果呢 它有 联系有N个积分呢 对函数做积分的时候呢 其他plus 它就变成S的N之分 成分之FS 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呢 我们称为叫做 10亿的仪位定理 LABRACE的Ft-t呢 乘乘US的T-t呢 会得到呢 1的-ts乘乘Fs 好 那一般呢 我们在做控制系统里面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初始条件 或者是我们叫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因为呢 本身控制系统是一个维分环存式 那这款LABRACE的转换呢 我们呢 最后会得到所谓的带路要求 已知系数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都会使用到 初始条件公式 跟这边呢 所提到的最终条件公式 那初始条件公式呢 当然是T7.0的时候Ft呢 会等于LIMIT S7.0s乘上Fs 从你呢 最终条件呢 当然T7.0无穷大嘛 最终嘛 在T7.0无穷大的时候 会等于LIMIT S7.0 S乘上Fs 那这边呢 以几一个简单的例子呢 我们来说明一下 刚才所提到的 所谓的初始条件呢 跟最终条件的这个部分 假设一个函数 Fs等S 乘上S平方加S 文字2 那我们求它的最终条件呢 我们就带入原来的公式 LIMIT T7.0无穷大的Ft 然后带进去呢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LIMIT S7.0 T7.0无穷大 S乘上Fs 最后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 S7.0之后 后面的数值呢 最后呢 会得到呢 它的最终条件 会是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好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呢 一个维纹分层式的 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呢 针对这个二次维纹的 一个分层式呢 因为一般呢 控制系统呢 指的是动态系统呢 都是呢 维纹分层式太多 我们呢 两边起LAPLUS 后边呢 是它的一个 初始条件的情况 然后起LAPLUS 带入刚才所提到的 维纹的一个公式 最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YS呢 会等于所谓的 X X加1 X加2 负X平方减X加5 然后我们把部分分层拦开 这个部分呢 怎么算呢 我们后面呢 还会再做 持续的 继续跟各位解说 那我们可以解说 YT呢 告成二分之五 减掉五 一的负T 加二分之三 一的负T 然后我们带入最终条件 可以得到 这一个 维纹广成四 它的最终值呢 会等于 所谓的二分之五 除了二分之五 带入这个呢 题目 那后面呢 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式呢 类似词呢 平移一位定理 CAS LAPLUS E的 正负NAT NFT 等于F X加钱 好吗 还有所谓的 玄机公式 这个在我们LAPARCE里面用的相当多 相当多 后面这边特别强调 Inverse不是等于哪个函数相乘 而是要作为一个积分 这是一个所谓前期的一个公式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主要是在讲解 在我们控制系统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公式 然后LAPARCE是最常用的一个 在我们分析自动控制系统里面最常用的 LAPARCE当然只是把一些最基本的裁判公司内里 做一个介绍 并起例子的意义说明 好,谢谢